想要問一下昨天的事情 一聽到觸電意外 電梯工程行的人員不願多說 急著將人趕出去 想了解一下為什麼 那時候沒有 就是穿防護衣這樣 台中這家電梯工程行 旗下一對流行員工 剛好是父子 兩人在一號下午 被派到豐原 這棟社區維修電梯 爸爸卻意外觸電身亡 照理說 53歲的維修工人 經驗技術老到 怎麼會觸電 回推事發經過 當時流行工人 待在12樓坐電梯的機房測試 21歲的兒子在11樓接應 流行工人在接電時 卻因為機房的電源 持續送電 他未帶絕緣護具 被380伏特的電壓電極來觸電 兒子等太久 覺得有意上樓查看 發現爸爸倒地不起 送意不治 兒子是說 平常他爸爸 在最後結束施工的時候 會再做一些測試 然後他這次 他在樓下樓梯間等待 等待不到他爸爸下來叫他 中市老檢處初步判定 流行工人觸電死亡的關鍵原因 就是沒穿絕緣護具 那我去檢查結果發現 他是當下是在做活性作業 在接電的時候 他並沒有配戴絕緣護具 老檢處著手調查電梯工程航 發現這是他們頭一次違規 鄰居說這間公司搬來大理才一年多 流行父子都是員工 是公司沒有提供護具 還是沒有強制要求 有待調查 目前負責人已經被送辦 最高可罰30萬元 53歲的流行工人 不是第一次修電梯 明明經驗老到 卻疑似因為大意疏忽 接電沒穿絕緣防護衣 觸電身亡 接著中部綜合報導